这对父子正在谈心,可忽然父亲拿起枕头,死死地捂住自己儿子,直到儿子没了反应,他才失声痛哭。 这个在厕所门口的猥琐男,叫六子,双腿残疾,但是意志依旧坚挺,他爱好偷听,尽管被人撞见,但他们却毫不在意,因为残废就意味着歧视。 六子以前可不是这样,只因一场车祸,失去了母亲和自己的双腿,当别人在阳光下,肆意挥霍青春时,他只能用手推着轮椅缓慢前行,靠贩卖呱呱乐维持升级,尽管双腿残废,但反而长久的压抑,使他的需求异常旺盛,厕所成了他每天的必到之地,保安文哥是他生意的老主部,六子经常告诉他,哪张中奖的概率更高,一来一去,两人也熟络了起来。 爱炫耀的文哥,竟也透露出了自己的秘密。 可让六子没想到的是,画面里竟然也出现了自己的镜头。 自此以后,六子再也没有去找过文哥,文哥也意识到,是自己做的不对,于是找到六子,要买下所有的呱呱乐,向他赔罪,甚至还提出帮他满足一个愿望。 懂得人都懂,下面我就带你们领略下弯弯的特色风光。 文哥为了满足残疾六子的心愿,带他走遍了弯弯,尽管出嫁比别人高出好几倍,也没有姑娘愿意抚慰一下六子受伤的心灵。 文哥无奈,只能拿出杀手锏。 你进去,你就跟他说,文哥叫我来的。 文哥叫我来的? 喂? 我老了。 然后给他钱。 你给他钱老了? 你走我多难后了。 我老了。 文哥叫我来的? 泡面瞬间愣住了,他明白了残疾男人的意思。 文哥一直在外面偷偷观察,见超市的卷帘门拉了下来,他知道这是场了。 在灰暗的仓库里,六子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。 女孩临走时的拥抱,更是直击六子内心。 这个可怜的女孩叫泡面,家里只剩下一个半身不随的母亲。 这家店面是文哥,他知道女孩缺钱,所以每次收租金时都会还他一些。 当然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 自此,他便成了卸育工具。 随着卷帘门的缓缓落下,女孩的尊严被一次次的践踏。 晚上,六子回到家,父亲却在为他安排相亲。 对方是一个又胖又娇羞的姑娘。 一看就知道,也是那种没人要的。 气氛的六子直接拒绝了这次相亲。 而那次以后,六子就像着了魔一般,没事就去找泡面完。 一开始泡面对他很失厌,可六子却像一块狗屁膏药。 你乖看,他还有一屁股。 你还讲过讲过的,好不好? 你看! 你会是被人想翻车。 长一长。 这一天,六子带他去看厕所情商的文字。 可能这个意思都会有人这样写来。 这种厕所的文字。 现在那个词语。 但你不知道怎么意思。 我好像懂他。 反正如果你喜欢的话,你继续写下去啊。 事后泡面在墙上,也写下了一段话。 杀手杀人,要有三个保险。 一个尾波,一个目标,一个报仇。 杀人很不讲究。 如果可以,就像我对他帮我杀个人。 那如果帮你杀人,那给我们报仇。 我可以请你吃完泡面。 这对父子正在谈心,可忽然父亲拿起枕头,死死地捂住自己儿子。 直到儿子没了反应,他才失声痛哭。 原来父亲身患绝症,可儿子却连洗澡都要自己照顾。 另一边,残疾的母亲,对着女孩不停说着恶毒的话。 后面被母亲气得全身发抖。 此刻的她,已经濒临崩溃。 为了阻止母亲说话,她只能拼命地往母亲的嘴里塞饭。 原来女孩第一次被欺负时,她还很小。 母亲当时也没有残疾。 由于害怕文哥的淫威,她选择了妥协。 以至于女儿一次次地受到侮辱。 就这样,母亲被饭给活活噎死。 后面和六子,因为文哥的介绍意外相识, 也正是因为两人悲惨的身世, 竟成为了无话不平的恋人。 好景不长,感觉飞飞的文哥是女孩。 她最喜欢的姑娘,现在被一个残废给撬了。 她愤怒不已,拼命拍打着卷帘门。 泡面慌不择路,带着六子从后门溜走。 他们躲着文哥,就像躲着这残忍的世界一样。 那一个泡面的脸上充满了笑容。 因为一直以来,都是她一个人,一个人放学, 一个人打扫,一个人偷东西,一个人进警局。 现在她终于不再是孤身一人。 这个世界上,终于有人在乎自己。 可泡面还是低估了文哥的狠骂。 她直接锁住了超市门。 为了母亲泡面不得不屈服。 他们来到公社交易,谁料泡面前脚刚走。 一个男人就冲了进来。 给了文哥一刀。 原来是文哥把偷拍的视频传到了网上。 其中的女孩受不了网络霸凌。 选择了跳楼自杀。 愤怒不已的男友这才前来寻找。 一刀捅死了文哥。 时间回到现在。 原本被父亲闷死的六子, 忽然从昏迷中醒来。 她没有死。 只是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 重获新生的她, 第一时间就去找了泡面。 可那边的泡面也冰零冰溃。 她慌忙地跑过去抱住六子。 看着六神无主的泡面。 六子做了一个决定。 她拿起桌上的剪刀, 在尸体上搏了一刀。 为什么要去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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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没有接受尾兔, 但却要剁一个杀手。 而冒仇则是一碗泡面。 这是六子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泡面。 警察来了, 六子被带走了。 不料却撞见了父亲。 他们深深地凝视着彼此。 两人相识一相, 心灵神会。 很快他们就会在另一个世界相见。 从那以后, 泡面就坐上了轮椅, 继续着六子的工作。 她想用这种方式来纪念六子。 一看小鸽在角树也会笑, 风声在泥漫。 不如好好欣赏一秒, 迷迷糊糊的浪漫。